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西红柿炒蛋挑战 为什么是挑战呢 因为我的菜谱被翻译了100次 然后最终翻译回中文 走 我们直接开始吧 嗨 苏苏要做那个真正的西红柿炒蛋菜谱 然后我会跟着她做这个翻译的 做番茄炒蛋你要用菜谱吗 就为了对比 好吧 好吧 我知道很简单 那我有一个问题 这个菜谱上的番茄炒蛋是甜口的还是咸口的 我只是随便在摆桌上找了一个 一会就知道是不是 那我要先表态 我是西红柿炒蛋甜口的 我是比较喜欢咸的 日子不能过来 再见 好嘞 所以你们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 我们直接开始吧 第一步是什么 准备食材 鸡蛋三个 中等大小的西红柿两个 盐一个 糖两克 好 来吧 Boom Ready 我的食材准备好了 到你了 你们先看一下第一步 翻译的版本 看一下啊 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中间有三个 或更多西红柿 一克盐和两克金和环就可以了 What is this 啥呀 没有这个怎么办 能买到吗 金和环 感觉有点耳熟 没有找到你搜索的上面 没有金和环 再见 so 首先我们先做第一步 就是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有用的事情是啥 运动 运动算是有用的事情对吧 所以我在做这些有用的事情的时候 中间有三个 有用的事情 番茄在中间 OK 番茄好了 我觉得番茄准备好了 赶紧打下来 这现在他们是三个有用的番茄了 对 他们非常有用 OK 我觉得第一步 应该是最累的一步 希望后面会跑一点 a little bit tired here guys 这个番茄炒蛋做的挺累的 OK 我们还需要一颗盐 and then 两个鸡和环 金和环到底是什么 这个怎么办 你在冰箱瞬瞬瞬看 有没有适合当金和环的东西 alright 金和环我们就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先pass 我们回来 好吧 好 到你了 我的第二步是这个 将鸡蛋去皮打散 西红柿切小块备用 OK that is 就可以了是吧 第二步 番茄版本 来看一下 打鸡蛋 把西红柿切成小方块 我觉得番茄还可以 打几个蛋呢 那也没讲吧 打鸡蛋应该就是一个吧 我们这个菜谱是非常标准 知道吗 就是要打鸡蛋 打鸡蛋 也可以加一点功夫在里面 哇 你为什么要打一个蛋蛋 蛋蛋做错了什么 我觉得还没打够呢 所以你的鸡蛋就是太合了是吧 I guess so 他也没有说 我是不是刚刚应该 先洗一下这个鸡蛋 看来要有很多鸡 OK 我们鸡蛋已经打好了 现在要切方块 差不多 so far so good 第三步 来 锅中倒入适量底油 油热之后倒入蛋液 OK 到我了 到你了 OK 第三步 降适量的鸡蛋 进入夏尔巴酒 夏尔巴酒是啥呀 趁热倒入 面糊 面糊又是啥呀 为什么你做超蛋还有面糊 夏尔巴酒 5分之后 那就这样吧 我们没有查到是什么样的酒 我们要不就直接用白酒 红心二锅头 Yeah Here we go 他说将适量的鸡蛋进入酒中 把鸡蛋倒到酒里 OK Here we go 我觉得酒应该还是稍微加少一点 然后那个鸡蛋要加到这个酒里面 是吧 OK 适量的鸡蛋 也扎一点壳在里面 然后趁热倒入面糊 他没说多少 我觉得应该是跟前面一样就适量对吧 适量是最重要的 哇 这鸡蛋很像面糊 是不是 I think we're like on the right track here 我觉得我们这个 除了跟西红柿炒蛋没什么关系 一切都好 现在我们要把这个鸡蛋和白酒加热 然后加到我们的面糊 加热好了 那我们就直接加进去 趁热倒入面糊 OK 现在就是这样子了 OK 那就下一步了 待鸡蛋稍稍凝固后 把鸡蛋推到一边 然后放西红柿 边炒均匀 一边 看起来挺好的 有西红柿炒蛋的味道了 下一步 下一步 它发生在公共场合 加入番茄酱和巧克力 OK 我觉得我懂 就是我们需要去公共场合 然后加入 已经有这个了 在里面加 在里面加巧克力 对 巧克力 走 第四步 Let's go 我们现在在公共场合 他是先说加那个巧克力先 还是加那个番茄酱先 加番茄酱 番茄酱先吗 OK OK 那就巧克力先放这 OK Oh my gosh 适量的 现在巧克力 OK I think we're good now Let's get out of here right away OK I think we're good Looks beautiful 第五步 往锅里加少许糖 煸炒均匀 然后大火收汁 我觉得我差不多了 OK 第五步了 还会带什么惊喜呢 将玻璃杯放入罐子中 不断冷却 并在顶部收集果汁 罐子 玻璃杯 不断冷却 那就是冰块 冰块对吧 冰块 多放一点 它也没有说要多少冰 如果你们是打算跟我们做同一个菜股的话 我建议就是多加一点冰块 Good We're ready 顶部 这是上面的部分 怪不得 它前面没有说顶部 不断冷却 对 因为它第一次就是在下面 对 然后顶部 现在再说得很清楚 要在顶部收集果汁 果汁 对吧 非常清楚 我觉得我们做的太对了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OK OK 那我们这一步就先让它冷却是吧 对 第五步已经弄好了 我们就让我们这个果汁先冷却一下 在这里不断冷却 对 不断的冷却 对 OK 最后一步 最后关火放盐翻炒均匀即可 装盘 这就是我的成品了 翻译的版本 最后一步 最后开火搅拌至顺滑 它应该意思是把我们这三个都搅拌在一起 是不是 OK Let's do this 那就先开火对吧 先加我们这个吧 我没有加油 需要有吗 他也没说让你加油 都有 OK 这样吧 我先放一半好吧 我觉得这有点多 柠檬汁 好 可以 那看起来真不错 搅拌搅拌 嗯哼 有那味儿了 搅拌 我们这个巧克力 我感觉 可能没有用的太对 因为是那种饼干的那种 还挺香的 就是有那种甜的味道 我觉得你会喜欢 是不是 感觉是个甜品 对 我闻的不错 但是看起来一坨匙 它变得有点Q弹 嗯 有点像Jelly 对吧 可能可以放在土司上面 我感觉 顺滑 很顺 是不是 OK 我觉得可以了 Beautiful Beautiful 好 我们吃饭吧 alright time for the final result taste test 我觉得 真不错 我刚刚忘了加野 加一加吧 意思意思 对吧 一样一样 首先我们先试试你了吧 就是正常的 番茄炒蛋的味道 但是应该不是你喜欢的这个口味 这个比较咸 有点淡 而且有点咸 但是我喜欢这样子 有点太少了 yeah i love it 然后可能油放少了 所以这个蛋感有点干 你这么饿 挺饿的 挺好的 挺正常的 对吧 Let's try this masterpiece it's just like 真的像面 那个面粉和水 还是有那种 确实就很Jelly 我们要试试吗 鸡蛋 巧克力 OK Let's try this 但是怎么样 我觉得真的可以接受 真的假的 还是挺好吃的 就要是它的口感有一点weird what 你这句视频是什么真故事 你不喜欢我这个番茄炒蛋吗 我觉得这个番茄炒蛋还不错 就很酸 因为加了很多柠檬 但是它就是一个goop 有柠檬的味道 嗯 这个柠檬好多呀 你确实挺用心在那儿挤的 你不吃完 好难吃啊这个 我们是要吃完 那你吃完我吃完我这个 那个有点黑暗 是黑暗 但是我可以接受 这个难吃是在于它的那个口感 它的黏 对 非常黏 我要吃你的吧 真的不打雕 就会玩了 alright 我觉得今天的视频 也算是一个success对吧 just look at this beautiful work of art 也和菜股一模一样 alright guys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的话 请点个赞 乖乖乖乖转发 下次见吧 Peace